記者 詞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大家聽的姐妹好 在此再次代表教會歡迎 今天初來教會聚會Molie和Josephine 歡迎你們來到我當中 令我教會成為李淑琳一家 今天跟大家一起思想的經文 是出自於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十六節 今天和大家一起去看的題目就是 神的子民的靈巧和順良 The wise and innocent of God's people OK 讓我們在靈慶主導以先 我們先一起同心低頭土局 慈悲的天父多謝你 讓我們能夠再次回到你寶貴說話的面前 一起透過你的教導 讓我們學會怎樣成為一個清職的主的門徒 能夠將主你所交託的使命和責任 好好地去承擔和完成 為到這段時間再次恭敬交上 求你的聖靈有道我們 鼓勸我們所聽盡的不是人言 而是主你的吩咐 我們的同心討告奉靠主耶穌基督 得聖的名字而求 阿們 在丹麥的神學裏面 其中有一位很出名很著名的神學家 他的名字叫做Soren Abikurgaard 或者中文叫做齊克火或者這個叫齊克火 他曾經在他的神學的研究裏面 他是一位我很喜歡的一位神學家 特別他是研究到在神學裏面 甚至人 那個存在究竟的意義是什麽呢 他有一個很精度的一個研究的 不過在整個研究的裏面 他就做了一個這樣的總結 他說在世界的上面 人很容易是跌入去一個叫做愚昧的景況 當人跌入這個愚昧的景況的時候 他的遭遇其實是極之不理想的 那為了要防止自己跌下去這個愚昧的景況 他就清楚告訴我們 或者總結了兩條的引人進入到愚昧的道路的原因 第一個他說就是讓人去愚昧的話 就是一個人去相信一些虛假的事情 或者事物 而第二條的讓人跌入到愚昧的景況 就是一些人去拒絕一些真實的事物 所以摩克火 has an explanation How we can avoid to become a fool That's why he tried to explain There are two ways to be fooled One is to believe what isn't true The other is to refuse to believe what is true 在他這個引言的裏面 就讓我們有一個很深刻的反思 究竟今天我是不是都掉在這種這樣的局面的裏面呢 而在聽一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也都會去問 究竟這些資料 究竟它的真確性是多少呢 所以經常我們會聽見一句英文的陳述 就是我們要去fact check 我們經常要去查一下 究竟我們聽的東西究竟是真還是假 一會兒我們會再處理這個 何謂fact check這個過程 除了用問什麼叫真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什麼叫做信 為什麼你會相信一些東西是假的呢 為什麼你會相信一些東西是真的呢 信都有一個原因的 不是說我感覺到我就去信了 信不是一種感覺這麼簡單的東西來的 很多時候去一些宗教活動呢 他們就很喜歡去圈掩一個感覺 能夠使得你覺得 你去了的時候就會很震撼的 或者你做了一個決定的時候 你就會很雞皮都起了 去讓自己很投入的 有一種好像神靈感覺這樣的情況 不是的 信其實是有它本身的基礎的 而今天我們活在這個世界的裏面 我們會發現到 今天就算你有一部多先進的手機都好 究竟這些手機所帶來的資訊有多真實呢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在過去的這十年左右 我們會發現到 特別我以前自己本身都是做網絡 互聯網的發展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資料或者資訊 是很視乎於你找的來源是什麼 而那個來源是直接去管束著那個資訊的真偽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過去這幾年間我們發現到 當我們以為自己已經掌握到資訊了 我們有這麼多的所謂的社交媒體 這些叫做互相交往的社群的媒體 我們以為我們已經很掌握資訊真偽 甚至我可以去決定資訊真偽的時候 原來我們竟然發現到 今天我們所知道的資訊 是牢牢操控在很多有權有勢的人的身上 不用說什麼 至少我們今天所收到的一些所謂社交媒體的資訊 其實就掌握了在這些公司的裡面 他們自己的一些演算法 他們的計算的邏輯 然後讓這些邏輯 來操控我們自己的資訊的接收 和我們所能夠接觸到這些資訊的能力 要是我們當我們收到一些訊息的時候 還說我們可以去決定 或者去斷定這些資訊的真偽的時候 其實這個的陳述已經是一個很危險的說法 因為我們接觸到的資訊以為很多 其實原來我們所接觸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的一些資料 要去決定這些資料的真偽 其實那個難度 反而不是因為我們接觸到資訊的媒介多了 而是容易了 相反我們更加容易被誤導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還要去說 我相信一個的資訊 然後自己去作出一個準確的抉擇 其實是一個很難的課題來的 但我說了那麼多 大家以為這樣就好了 既然是這樣 那應該回到以前的生活 就比較容易一些 但是原來當我們只是去看看聖經的時候 我們發覺如果早在耶穌基督的年代 其實耶穌早預了有這些情況會出現的 換句話來說 我們的聖經的啟示者 耶穌 其實早已預計了我們的世界會走向一個 資訊難以辨別的情況 我們很多時候會落在一種困難和矛盾的境界 矛盾就是因為我們看到一些資訊是我們很喜歡的東西 但原來那些東西原來在操控著我們 未必是對我們最有益的事情 於是這個矛盾就是我究竟拒絕 還是我相信呢 這個就形成了一個我們作為今天成為基督徒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而一點聖經特別在馬太福音來到第十章的時候 耶穌要猜派十二個門徒進入到這個世界當中 去傳講這個救恩的訊息的時候 其實同樣他們自己本身都要面對這個挑戰和問題 不僅是他要聽到社群而傳來的消息 會不會影響到他自己的信心 對上帝的委身 和對耶穌基督的委託 和他們在傳講信息的時候 別人的回應 別人的接收又會怎樣呢 所以耶穌基督在傳道的時候 教導這十二個門徒 當你要進到這個社群世界當中 傳講天國的信息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要學會怎樣去面對和處理 而這個正正是今天我們要看這段經文的宗旨 所以今天這段經文我相信 不用我講的 未信主的人都聽過了 如果你未信主的人 說我未聽過 我真的很懷疑 你平日是不是生活在一個自己的空間裡面 因為今天所講的這段經文 其實是耳熟能長家傳戶曉的一句說話 但是這句說話 那個深度和那個教導的意義 其實是很值得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不單止基督徒 尤其是基督徒 要更加要清楚認識的 剛才我們讀了一次 不如我們打開吧 因為不是很長的 只是一節而已 牧師的講道越來越短 以前會一段講的 講一下就會一段分幾段講的 現在搞到講一節 是不是牧師偷懶呢 不是 這節聖經 其實裡面的意思 很值得 用一些比較長的時間去掌握 好了 不如我們打開這段聖經一起讀 好嗎 那我讓我們去了解一下這段聖經的內文細節 因為其實你可能你所了解的 和今天你再讀多一次仔細看的時候 發覺 咦 有些東西不同了 好了 不如這樣 我們一齊讀一下這節經文 可以讀中文一次 然後我們讀英文一次 在大家的程序表 麻煩你阿Joe 裏列印了今天這個經文 在我們的程序表裏面 好了 我們一齊讀一次好嗎 讀中文一次 然後英文一次 不用讀經節的了 我們知道是出自於馬太福音十章十六字 OK 好 我一起讀了 我猜你們去 如同羊進入狼群 所以你們要靈巧將射 順量將甲子 當我們指示去理解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們就要先了解這段經文所處在的歷史背景 或者社會環境是什麼 有兩個很重要的背景我們需要理解的 第一點 當時的普羅大眾他們的資訊 其實是操控在一個集團的裏面 這個集團他們的總部就是在耶路撒冷城 這個集團的名稱 就稱之為猶太人的宗教公會 猶太公會 The Sanhedrin 這個公會是什麼東西的特色呢 這個公會 他聲稱他們是代表著上帝耶和華 在這個地上去幫助 聽清楚 來幫助普羅大眾的人去實踐上帝的訓令 於是他們可以為每一個社群的人 去定立他們每一天的生活規條 這個就是我們著名所聽到的613條的猶太人的律法 他們頭365條是全部不要的 不要做的 剩下的就是可以做的事 那你自己計算 613條除365條 他們定定了很多的事情 你要怎樣去做 就不會違背 聖經裡面上帝的律法 你就會問 他有什麼權力 可以這樣說 當時你就沒有聖經 沒有手提電話 對不對 又沒有聖經 那本聖經在哪裡來的 全部在 猶太人公會所合下的會堂 甚至最鼎盛的就是耶華的聖殿 OK 他們擁有了這本聖經的擁有權 當時的人不是那麼輕易可以擁有一本聖經 甚至可以說 根本是沒有辦法可以得到一本聖經 好像我們今天有聖經都不讀 家裡或者很多本聖經 多到已經放在這裏鋪塵 其實你想知道自己是怎樣信徒 其實是很簡單的 你回家打開這本聖經 看看他 這本聖經完好無缺 你就要想想想想 如果你做了十年八載的基督徒 應該這本聖經都壞了 這本已經是第三本聖經 前那兩本還在 一本就已經熔爛爛爛了 這本都壞了 不過這本用慣了 不捨得 貼完又貼 貼完又貼 但那時候不是這樣 那時候拿張紙都壞了 第一 第二點 當時的人其實 識字的率率是很低的 以前的聖經用什麼文字寫的 希伯來文寫 或者簡單的說 有些部分是阿蘭文參加 阿蘭文和希伯文很像 好像鄉下話 新會話和台山話 我身會人 所以台山人、新會人說話 我一聽 自己人 同鄉人 但是 當時的人文字的 在教導的文化都比較低 識字率又低 於是就很靠別人 告訴他 知是怎樣 所以 於是怎樣 那個說的人 他的質素就很重要 但是說的人又怎樣 被當時的猶太人工會已經控制了 你想去講述神的話 除非你成為 猶太人工會的一份子 你要成為這個集團的其中一個人 就是用今天來這麼說 我是哪間間的教會 或者哪個中派 那你就要入這個中派 你才可以在那個中派之下的教會講道 你不是那個中派的 他不會讓你說的 就算你說得多準確 他不想你說的 一怕你說得多準確 他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很簡單 其中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譬如 聖工會 或者天主教會 他們不講浸禮的 不講全身浸的 他不會找一個浸信會牧師去講的 我自己本身在聖工會的神學院讀書 他從來不會找我們這些學生 就算我們在研究院讀書 他都不會讓你說的 你可以上課討論 但是到崇拜的時候 你沒有份講的 他要找回他自己的人 為什麼 保證全港出來的信息 要是合乎他們的思維 但是如果你說 找個浸信會牧師上去講的 一講說要受浸的 要受浸的 要全身浸的 他就說 哇 引起牽連大波 在這間教會裡面 所以很少的 很少的教會 是可以開放給其他的人 而當我們去看回 昔日的這個猶太人工會 就是這樣的現象 你如果要解釋聖經的話 你就要成為 猶太人工會的其中一份子 最簡單的 你就一定要去 經過猶太人工會 允許的社團 訓練你出來 成為了 成為了法利賽人的一份子 你才可以去全港神的信息 在這種種種的文化背景之下 就造成了神學被操控的現象 大兄姐妹 你不要以為這些現象 只是昔日有 其實今天同樣有 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回了教會 人家聽到一些話 我們就 聽到一些人講話之後 我又不會思想 又不會找一本聖經去量度 所以我經常跟大兄姐妹說 你回來以馬來里 你聽完我講的信息 回去再看多一次那段聖經 看看我講的東西 有沒有錯 有沒有一些東西 不在聖經裡面 是有這樣的介紹的 有的 你要跟我說 要我去澄清 或者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這件事 是怎麼會 年代會講給你知道 如果不是的話 他講什麼你就信什麼 跟今天你拿著手機 上去那個什麼 Twitter 不怕說 Twitter 怕他會快點倒閉 他講什麼 他給不給你說 決定你有沒有說 他控制了 你想看他的資料 你在哪裡 他要控制著你的思想 你看得到的東西 我想看一下 香港情況 有時候不給你看的 有些不給你看的 就是不要說其他的 那些社交媒體 有些甚至封控 這些我們不管了 但是 你看看今天的現象 和昔日的現象 是相差無幾的 只不過你控制你的 是從你的宗教的層次 控制到你每一天的生活 連你走多少步路 在安昔日怎樣走 都會控制 這是第一點 很多於是乎 此事而非的假真理 就開始傳遞了出來 一些不是從聖經而出的東西 但是他們就塑造了出來 成為一些律例子 要求所有猶太人都要去守 這些情況 就在聖經裡面 在這個背景出現了 第二 在這個大環境裡面 大眾的人 就會以這個猶太人公會的所謂真理 成為他們的生活的藍本 成為他們的生活的基礎 造成了什麼現象呢 就是造成了 如果有任何形式的生活觀念 全港 會去打破 或者會去和他們所傳說的 有衝突的時候 這些人就會馬上被定性為 非我族類 不是我自己人 這個我主要學今天才講完 叫做什麼 in group out group 你就不是自己人 你是排除於外的人 你不是屬於猶太人公會的一份子 如果你還去懷疑 猶太人公會講的東西 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你一定是變成異端 所以 就造成一個這樣的現象 你唯有要生活的話 你要和大眾融合 你就要合大眾的說法 你心怎麼想都不重要 你最重要相信 你口說要相信 有些人心都相信 因為他根本都不知道是真是假 相信這些人的說話 就算假的也好 你也要照相信 照樣去做 如果不是 你連生活都成問題 最簡單的例子 如果你挑戰這個猶太人公會的決議 譬如 你的敬拜生活 你要去你的會堂敬拜的話 你在安息日 你走的路程 不能夠超過某個距離的步數的話 走多一步行不行 那你就以後不用來去會堂了 你要走多一步 你想走去另一間不行 你說明你這區走到這麼近的 這間就是你的了 你不可以走過去 走過了你就不要去 類似這裡 有時候有些小學 分校網 你這區就一定是這間小學的了 就算這間小學怎麼壞也好 你不一定要去 你不去的話 那你就不要讀了 因為要讀私校 我們現在有私校 以前沒有的 工會會堂 全部都是由太人工會所辦的 那你說不去就不去 你以為不去就不去 這麼簡單 你不去的時候 就是你不合群 就是你和社群的人不能夠交往 不能夠交往 你就被排除在社群裡面 你想和身邊的人做生意 以物換物 我養了四隻雞 我賣一隻雞 可以換兩斤米回來吃嗎 他不是吃米的 吃麥的 沒有啊 你都不是自己人 工會會堂你又不去 他說我不能去 我不是不想去 我想去那一間 不行啊 你都不是自己人 你去那裡 就造成了強迫了一些人 久而久之 不再想真理事真是假 不管他們說的話是真是假 總之全盤接收 因為我要為了生活在這個社群裡面 弟兄姊妹 這個這樣的背景 就很能夠幫助到我們去理解 今天這段聖經講什麼 我花了很多唇節講 很長 不過這段聖經 當我們入到這段聖經的時候 我們開始就掌握到多一些 分為兩部分給大家看 第一部分我們先看這個頭的上半節 上半節第十章的第十六節的上 在這部分我給了一個題目 叫做主差我們去這個狼群 The Lord send us to the roofs OK 這一段半節講什麼 他說我差你們去 如同羊進入狼群 我們一定要尊重聖經所講的 我們活在狼群的裡面 不是因為你想不想 一般人誰想進去狼群 狼群就是被狼撕殺 是不是 不要說什麼 我曾經在以色列讀書的時候 那隻狗在我面前攔路 那隻狗很小的 帶著 好像我家裡的瘋子那麼大 牠從一家人的房子走出來 站在我面前不斷廢 那條路很闊 不過不斷廢 我都怕了牠們 繞路走 我都不想遇見這種情況 不過這段聖經講什麼 我差你們去 那我是誰 耶穌 耶穌說我差你去 進入到這些狼群的裡面 我們要誠實去面對這段聖經 我們去這個狼群是主的使命 叫我們進入去的 就好像我們看回耶穌被試探的時候 耶穌被試探 是不是 他自己想去的 聖經說什麼 是聖靈帶耶穌去 進到抗野給撒旦去試探 給魔鬼試探 我們要誠實地去面對聖經所說 耶穌現在要拆這十二個門徒 要去到人群的裡面 去尋找一些有神屬性的人 與神的子民有這樣的生命樣式的人 招聚他們回來 十二個門徒就是要做這份工作 於是他們要做什麼 前文已經說了 你要去到不同的地方 到那裡 然後去問那一個人是好人 我們在前文所說 你要去到那些每一條香的裡面 然後去找哪一個是一個好人 這個就在第十章第十一節裡面 講了給我們知道 去找好人 什麼叫好人 不是那些善心的人 好人的意思就是 那些是有可能 是有神屬性的人 和上帝是能夠匹配的人 有上帝和他有心智的人 你去那些鄉村那裡 找他們 找他的時候 和他住就開始認識 鑑證他們 是不是真的有神的生命的人 怎樣知道 他會接待你的 他和你的思想 心路歷程是同類的 找回這些人 但是找這個過程怎麼樣 是不是很藏起來 是不是很藏起來 藏起來 喂喂 你知不知道人 那個人是不是很藏起來 不是這樣的 發散了 一直去 和他找一下 看看你們兄弟 姐妹 親戚朋友 有誰 可以原意 來想知道上帝的訊息 告訴我 讓我去和他們一齊聊 好張揚的 當你那麼張揚 去找回一些跟上帝有同样灵性的人 一定一定会遇见一些 不跟上帝同心的人 他们听到的时候会怎样 听到怎样 你想找啊 我不整你一局都不姓柔 是不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的性情 你来到跟我不对的 你叫我信耶稣 信什么 不用说什么 说哪个例子 前面我们已经见过这个例子 当耶稣基督搭船和门徒 去到这个加带来的时候 一上岸有两个被鬼附的人 在那里囂叫 耶稣后来 将他们的鬼赶入那些猪群的里面 那些猪都掉下海了 接着怎样 加带来的人很爱耶稣 不是 赶他走 快点 你和那些人 不要你的福音 我不需要你赶到那些鬼 我也不需要靠他们 搞到我们可以在这里安乐乐养猪 没有犹太人会来的 运路走的 圣经都会这么说 这两个鬼附的人很凶猛的 人见到都害怕了他 没有人敢经那里 好 犯罪天堂 柬埔寨 今天柬埔寨就是这样 没有人敢去 是吧 为什么 犯罪天堂 最喜欢的地方 不要耶稣基督 门徒 门徒 你来这么全羊 要去找 和上帝和属性的人 我不弄回你一拨 不弄死你们 我都不姓 游 这种情况 就正正耶稣所提及的 猪徒就进到狼群的里面 这个是一个比喻的陈述 是讲给我们知道 耶稣猪派门徒进入到这个世界 全港天国的讯息的时候 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些 绝不是善略的人 他们分分钟 是因为我们去传耶稣 然后很讨厌我们 因此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想想 我们信了 信了耶稣之后 原来耶稣要猜 我们去到这样的境况 今天的人就会这样想 耶稣你是不是玩东西 你弄个这样的陷阱被我踩 你不是说拯救了我 让我的生活很顺畅的吗 有问题解决的吗 那个某某牧师 很出名的那个牧师 曾经这么说过的 信耶稣如何使我们生命更丰盛 耶稣 以马来的那个牧师这么说 撑我们进入狼群的里面 不是的 不要相信他们 帝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今天很多牧师就卖这套给你 来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很多人的 很高兴的 来到很多人帮助你的 很多福气在这里享受到的 你武功做有功介绍给你 你做得辛苦 我介绍一份很舒服的功给你们 再不是教会开几份工给你 让你可以回来做 教会需要搞社区中心 制造就业机会 你来到又开心 那些人又开心 大家开心 教会就是很开心的地方 这就是信主的真理 是不是 如果是的 耶稣就说大话 我猜你们去 如同羊进入狼群的当中 狼是专闻羊 今天的教会有多少的 蒙者教会的令就是 狼 来到将你的羔羊 放进去 认识你们都不知道 怎么知道 你可以说我讲假 你可以小看 尽小伊玛丽环 甚至是一间世界会 随便 feel free to do it 但我希望你不要 denine耶稣的讲话 不会否定耶稣的讲话 我猜你们这帮门徒 属臣的子民 进入到狼群的里面 如样出入狼群当中 因为 你在这个时候 你会被 逼害 你在这个时候 可能会随时被 撕杀 你在这个时候 可能 你的生活 不会顺畅 都这些不顺畅 是因为我的缘故 没有换你进去的 原故 你自己拿来 没可以说 但如果是主 叫你在里面的时候 猜你在里面的时候 你受苦 主耶稣 司徒 要是他 猜我们进入到他里面 那些所谓很出名的牧师 姓林 信耶稣 叫羊得心命 叫得更丰盛 还引起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骗了你都未知 你还以为你自己在 救恩的门内 对不起 你只是被他在 救恩门外 在撕杀 慢慢 宰割你的羔羊 你都未知 《马太福音》 记得很清楚 是羊进入狼群当中 是耶稣摆在我们的羊 进入到这些狼群的里面 不过说到这里 大家知不知耶稣 怎样有这个故事 告诉你 有这个形容 告诉你 无中生有 不是 因为这个故事 是当时很普及的一个 这个故事 是记载了 在当时那一卷的 《艺经》里面 而这卷《艺经》的名称 是叫做 所罗门的诗歌 这边的所罗门的诗歌 的流行程度 就好像今天 你听有些什么著名的人士 所说的一番的说话 随便随便 随便引个例子 特朗普 做美国人 再做美国人 类似是这样流行的说话 当时就流行在 以色列民群众的当中 这篇流行的著作 当时流传在人当中 说些什么呢 这篇文章原本的说法就是 上帝 因为我们因着这个审判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上 但是我们却是受着这个吞誓的神 要将我们这群羊吞誓在其中 而我们是一群无知的羊群 如果你再不离救我们的话 我们就会被他们吞誓 而他们也会指控这个世界没有拯救者 你知不知道这篇文章 为什么这么出名 《Sams of Solomon》 为什么这么出名 是伪经 平日不需要读的 我们信徒不需要读的 主日不会讲的 但是在坊间流传着 耶稣引用坊间流传着的说话 你以为没有救世者 有 不就在你面前 不过是我猜你们进入去的 整幅图画就不同了 是上帝猜我们进去 和我们自己走进去的时候 就截然不同 当人以为再没有救世者的时候 耶稣说我就是救世者 耶稣用这个例子 要表明给这些人知道 没有 当时 如果你们因应这个情况 于是否就糾合 或者糾合 和这些犹太人工会的人 那些人的思想是一模一样的事 你以为你可以那种 宽畅的快乐的生活吗 可以有一个所谓 你们所定义的救者 来拯救你们吗 其实这些人正正是想吞噬你的人 情况 只不过是我们看不清谁是救世主 你知不知道基督徒有时候 真的在困苦的时候 看不清谁是救世主 他大发热心去侍奉耶和华神 去广传神国的教导 指出以色列民当中的犯罪 尤其是当时 那个政权上面的一个皇帝 阿哈王和他的太太耶稣别 耶稣别于是乎 很讨厌这个先知以利亚 就找人追杀他 以利亚不断逃跑 不断逃跑 都不断逃跑 结局逃跑到一个地步 根皮力尽 他自己就在一棵树底下 向上帝求死 说上帝我已经为你去牺牲一切了 现在还要被追杀 这样的下场 如羊进入狼一样 只有我一个了 上帝 不如你等我死了 上帝两次给他吃 直至他走到一个山洞里面 又在跟上帝求死的时候 上帝再跟他说 你收工得了 你做的只是安纳下几个王 一个阿述国的王 一个犹太王 然后第三个安纳以利沙 被徒弟接你回来 你收工得了 鼎姊妹 当你看不到 谁叫你进入去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去侍奉上帝的时候 以至于看自己的时候 上帝叫你收工 然后上帝跟他说 我还有五千个先知 同样在这里受这样的经历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 No 你想得自己太大了 五千个加上你五千零一个 我猜他进入狼群里面的羊 你是其中一个 你不想做 不用做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交了一份工作给你和我 不是一定就是说 做神的功夫很漂亮 很舒服的 很荣美的 很开心很快乐 很多教会都是这样说 侍奉主 侍奉主多些做教会的成功 你就会很快乐的了 我作为牧者 我做了三十年牧师 在我耳边 我亲眼所遇见 主动来找我 掃说他在教会里面 因为侍奉点 给教会的人 特别掌执 去利用和喝索的时候 他甚至决定要离开的时候 他无独有口上帝 他带他来到我面前 上网跟我交谈 我跟他说 有哪个信徒 上帝猜得去 不会面对这些人 如同羊进入到狼群当中 你放弃啊 你应该感谢主 让你真的体验到 耶稣基督说话的真实 谢谢大兄姐妹 哪些才是真正的教会 哪些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 按照耶稣基督的计划而行事 不是因为按照我的经历 有多痛苦 来去决定行事 能听主说话的人 即或进入到狼群一样的境况 但上主仍然 让你的忠心 去带领走这条路 怎么走呢 怎么走呢 告诉你 我们读下一半 第二部分 十章第十六节下半部 这部分耶稣教他们 令和顺良 是在神的子民生命两边 并存的东西 Coexistence of wise and innocent in God's people lives 我再读一次好吗 下半节 所以你们要 靈巧降射 顺良障甲子 So be wise as sharpens and innocent as doves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如何面对这些鱼狼似虎的世界 而这些人 如何去迫害我们的同事 我们仍然要忠心能够履行上帝 借着耶稣的委派工作呢 如何去面对呢 秘诀 灵巧降射 顺良障甲子 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他说 何谓灵巧降射 顺良障甲子 灵巧是什么意思呢 在希腊文的里面 Fumilize 这个字 就是说到 你要很小心 你很需要小心 You need to be very prudent and cautious at all time 靈巧这个字眼 原本是这个意思的 你可以很谨慎 在谨慎的过程当中 于是乎你就需要很敏锐 很sensible 和你要仍然很关心 关怀周围发生的事情 You should be thoughtful 这个就是灵巧这个字眼 我重复再往一次 因为很多信徒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 灵巧呢 他们的解释 偏离了原本这个字的字眼 灵巧是指到一个人需要很小心 很谨慎 要带着敏锐的触觉 关心着你身边所发生的情况 而作出回应 而配搭上蛇这个运用呢 很多信徒就在这个时候 懒聪明 蛇啊 serpent serpent 当然是伊甸园里面的蛇 古古画画 甚至有些神学家解 灵巧这个字可以翻译为 cunning 古古画画 对 于是逢爱基督 就是可以古古画画 no 有没有看清楚圣经 耶稣说什么 英文看 so be wise as sharpence 重数的 不是一条 不是那条 是伊甸园那条 是蛇 普及的蛇 serpent 甚至是毒蛇 很多毒蛇 蛇是什么 毒蛇 你有没有见过毒蛇 我见过毒蛇 毒蛇 特点是什么 要么就不出马 一出马就突然来了 我曾经 我曾经 师母也提醒我 千万见到动物不要碰得那么快 在香港有个地方 特别是买蛇羹 蛇羹 在门口就放很多箱蛇 有些蛇 蛇很毒的蛇 不见得光的 你知道 毒蛇不能够见光的 放在木箱里面 只有一个洞 很小的洞 我不知道洞怎么用 我没有研究过 洞就不够蛇走出来 不够透气 接着 那时候 那个捉蛇的人 要捉他的时候 他就开了个门 然后 就在外面 放了个网 突然那条蛇跳出来 他一刻就捉住他头 捉住那条蛇 弟兄姐妹 捉蛇的特色是什么呢 灵敏 它们的动动的能力 很活弱的 这里圣经耶稣用的 灵巧象蛇 蛇的陈述 是配合古近东文化的时候 那些人形容蛇 那种活跃快速的感觉 很快的 不是说古惑 是说蛇的身体灵活程度 是非常之快 就好像今天 我们经常有那句 广东人经常说 特别有子女 你经常都说的 早上的时候说的 或者通常不是早上 中午的时间 十一二点的时候 你经常说的 入他房 揭开他床单 起床 太阳都照到屁股了 不要再在这做什么 打蛇饼 准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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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写着 活动要很快速的 面对这个世界 你要很快速 不然就先等下 先看看 好像 我记得 我们教会做网络 传播 传度超过二十多年 你说 哇 这么久了? 是啊 我们教会做网络 是在1998年 我很记得 我毕业的时候 因为本身我以前是做电脑网络 于是乎我一来到加拿大之后 我看到这个是一个未来 我应有的一个平台去传道 当时我和教会的领袖说 我说 我们不如用internet去做这个广播 不需要再做什么录音带 直接 全世界人听到 其实我有一个更宏观的看法 早在二三十年前 我希望教会 直接可以实体和虚拟 可以混合成为一个大家彼此 一起去建造的一个教堂 结果怎么样? 教会的人拒绝 你不要搞啊 你不要搞 接着要怎么做啊 我唯一一个做法就是 我自己出钱在家 租用一条上网线 在家的电脑上 直播上去 自己做一个网集 直接用这种方式 来到去将主的道理 尽快用最好的科技 准确地快速地回应这个世界 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是整个世界里面 华人教会首批 用网络传播的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 为什么黄牧师 你的港道在香港某某某的网站 你是成为最多人的港道 那些人还以为 黄牧师当然是一些大教会 牧者 不是 我只是先驱 所以很早播 很早就有很多港道 这些东西 灵巧像蛇 就是你准确去快速回应 在这个世界 你有的能力 尽快地去小心 謹慎地去使用 能够去准确去瞄准你的需要 第二 什么叫纯良 Innocent 这个字眼 在原本希腊文的里面 叫做Archerios Archerios 这个字眼 就是说到 没有杂质 纯正 没有基心 没有其他动机 一条心去做 当配搭甲子来去使用的时候 这个记载 就跟我们马太福音 第21章第12节 很记得 2112 里面记载一些甲子的景况 那些甲子是怎样的呢 在马太福音 第21章第12节的里面 讲到很多的甲子 被人带到去圣殿的外院里面 被人作献祭的祭生所用 而这个陈述 去到在后来 在我们再仔细去研究的时候 在何西亚书 Z chapter 7 verse 11 第7章11节里面 就讲到 甲子其实真的很笨 很无知 他们根本不知自己是怎样的 没什么其他自己的考量 总之 我在那里就在那里 他不会扭曲思想 而犹太人在他的识经书里面 解释 何西亚书的时候 他们的《米得拉扎经》 《Midrash》里面 曾经这样解释过 他说 耶和神向以色列文说 归向我 他们的诚实就如甲子 但若归向外帮人 他们就成为蛇一样的狡猾 按照犹太人 按照犹太人解释 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 其实是告诉我们 当时耶稣基督的门徒 正处在一个很复杂的宗教气氛之下 似乎他们完全被笼罩在一个两极化的挣扎之间 但犹太人工会 他们用宗教的手段控制人 但同时间神的道理 其实不是要人去被操控 在这个时候 人要作出一个选择 你要带单纯的心 还是带着狡猾的心 如果你带着单纯的心 就好像甲子一样的生命 而保罗后来当他解释这段性 看到耶稣基督这个解释的时候 他就开始明白到 原来上帝要给我们作为今天的信徒 在这个世界上 要灵巧仗蛇 顺量于甲子 是要我们要学会 准确謹慎地处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而且能够马上回应 而回应的时候 不要带着基心 而是准确地按照神的心意而去回应 可能在这个回应是难的 可能这个回应会被受攻击的 但是不需要担心 因为当我们能够诚实 无偽无可指责的时候 在这个弯曲拨茂的世代里面 作成无瑕疵的神儿女的时候 神 会看着你 其实这个观念 用在很多地方都可以 不只是传道 你工作 你对于你身边的人 甚至对于你自己 我曾经遇过一个 的 姐妹 她曾经 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做工厂 她做一些很牢狠的工作 斩了一只手指尾 一只手指尾 也只是一只手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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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斩了一半 后来我看到她很伤心 然后她跟我说 或者 这个可能是有他自己本身的秘义 我后来没有机会再跟他谈 但是这个心态 是让我们学会 如何逐步逐步去看上帝的心思 弟兄姊妹 我们首先要学会的 好像前文所说的前一半 辨别好那些狼究竟是怎么样 如果连辨别那些狼你也做不到的 你就把他拖过去 那我想这个只能够反映出你的灵性 是不是在上帝的里面 当我们去辨别到狼是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就要怎么样 准确地回应他 可能是难的 但是 主摆得我们在那个狼群里面 就是一个见证的机会 当人见到你的生命在困难的时候 仍然肯跟着上帝的说话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自动会来 有很多人很恨我说道 认为黄牧师你说的道 和其他牧师都不对 都不同的 你说出来都很容易的 不合听的 又不舒服的 不过后来 他的见证告诉他 他就会知道 你说的 我在圣经找到 你是语别不同 因为你是将上帝的说话 带给你 和我知道 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 无瑕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成为一个清心的人 让我们一起回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打开之后我们一起读 好吗 马太福音Matthew Chapter 5 Verse 8 我们一起读 每一次 读够两次 OK 一起读 马太福音Matthew Chapter 5 Verse 8 好 我一起读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千千的人有苦了 因为他们别得见神 但这些姊妹 只有一个清心的人 他在任何时间里面 都会看到神如何带领他的道理 如果你是这样的信徒的话 你就成为一个真正有清心的人 是一个蒙福的人 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在电影里面经常有一个这样的钳段 讲到一个很忠心的军人 和他的后辈去谈谈 后辈就说 什么什么将军 你现在都退休了 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是一个 是对于国家忠心的军人呢 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我看看你有多少个掌杖啊 可不可以让我看看你有多少个奖状啊 让我看看你有多威衰啊 因为很多时候 在这个时期间 那个军官 不会拿出他的掌杖 不会拿出他的掌作 他只会掀起他的衣服 展示在他身上 有多少打仗的伤痕 有多少个枪伤在他身上的伤痕 然后告诉他知道 这些就是我为国家而付出的忠诚的表证 这些就是我的光荣 耶稣怎么显出他的荣耀呢 当他在十字架上之后 钉死 他的荣耀 显露在他手上的钉痕 勒上的伤痕 弟兄姊妹 如果你说你是神的子民 你不经历过这些洗礼 不经历过苦难 不经历过为主而去战斗 而得到的伤痕的话 那你未得到上帝的荣耀 或者倒转来说 你可能并不是上帝的信徒 神国的子民 这段圣经 是否丰富 一折经文 道出如何得到 成为一个荣耀的神的使徒 侍奉我们主 要一起与心底头祷过 慈悲天父多谢你给我们 在这篇圣经里面学习 如何去明白你的指令 你的救恩的工作 如何去猜派我们去进行 好可惜今天实在太多假冒的神的所谓仆人来到主你的面前 假借你的名义去控托很多的信徒 以为师奉是何等喜乐 师奉何等的欢喜 但是却被我们 原来 掉进一个无底的深渊的里面 我们 原来 进入了他们这个狼的群当中 仍不知道被施杀 求你让这段圣经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 换醒每一个属主你的指纹 回到主你的命令 你的设计 你的委托 让他们能够真是进入狼群当中的羊 但仍然能够灵巧脏蛇 顺良如甲子 来到去面对这一切的挑战 让我们作成你功夫的时候 然后到将来 见到你的 我们能够向主你说 我已经 当跑的路已经跑过了 当守的道我也都守过了 求主你的带领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得性的名字 对吗 订阅 靠主也 力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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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 力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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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